狗鹰 試一下用一款 好,選項目 開始的項目,可以給什麼名字 想不想拿到這裡 其實這就是手機的標誌 在平板上也可以 如何做一個簡單的一個Apps呢 我就例如拉一個image進來 你就會發現原件在那裏 再拉一個叫做slider 就是那個移動桿 移動動來動去 我想做一個App就是當slider一動的時候 令到那張圖畫放大縮小 這麼簡單的東西 來到這裏之後 但是圖畫是沒有東西的 這個image1是沒有東西的 我們就要upload一張照片上去 在這個component這個位置 按一下image1 下面有一個upload bar 那個upload file這個對話出來之後 他就問你用哪一個檔案 你剛才download的 我在這裏找其他一張照片 你剛才download的exercise tool 有一張照片 其實是其他一張照片 那好吧 譬如我要這個企業那張照片 那我選了企業那張照片之後 按ok呢 他就在扔上去 扔了照片之後 就在picture這裡 扔了上去之後呢 現在呢 他那個特性那裏呢 這個picture是沒有東西的 你一按 就可以選一張照片 跟著在照片這裡 拿一張照片出來 跟著我就改了他那個大小 那好了 改第二件事 改第二件事 就是那個滑度桿的一些設定 那你要選一個滑度桿這裡 改這一個的設定 就是最大直 通常我就改跟那個照片的闊度一樣 因為你滑到最後 就是照片最大的照片 就是三件 對不對 只改這個位都可以了 應該 那你就已經做完了一半了 你的app 這個是那個app 那個外觀的設計 那所以講design 對不對 那跟著design完呢 你寫一個program 你design完之後 要教他怎樣做 那我就叫write 寫program 來到這裏 會不會太快 ok 事不宜遲 講話得覺得呢 你有沒有看到 右上角有兩個按鈕 一個designer designer就是 你現在這個位置 設計著那個手機 或者是平板 那個樣子是怎樣 跟著blocks 不用想了 這個一講blocks 就是寫程式 一按 就進來寫程式 這裏 如果你有玩開那些scratch那些呢 就是類似寫scratch的程式而已 這個相當簡單 寫兩堆 那好了 那我們因為這個程式 是寫在滑動桿那裏 你就選取回滑動桿 你一選取它 它就會有很多東西彈出來 就是它對應這個滑動桿 所有的程式呢 就在這裏 那很簡單 就是有一個叫做season change的 那這裏其實呢 可以教你上次 什麼叫做season change 知不知什麼叫做Darren 那些什麼 寫program呢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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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個是媽媽 哪個是兒子 那些東西呢 那大就深一點點 如果你說中學生就學一點 那你就找回 when 當 其實跟孤獨一樣 都是when do when這塊東西 它的意思就是說 當那個滑動桿被移動的時候 那個位置有改變的時候 做什麼 那就是做這個 那我們將那個image的闊度去改 所以去找那個image 它相關的程式出來了 就setimage1的這塊東西 好了 不過這次我不是多 是它那個with 這裡有得改的 就set它 就把它放進去 還沒寫完 差一點點 意思是說 當那個滑動桿的位置有改變的時候 就set那個image1那個with 去做幾多 number是幾多 那怎樣知道那個number是幾多呢 那個叫thumb position 就指回到那個thumb position那裡 指著它它就會彈出來的了 就會有一個叫thumb position 那你就拿了那個thumb position 現在在哪裏 OK 那麼就指了下去 彈了這個東西出來之後 指著它 highlight了它之後呢 就可以drag它出來 都搞定 寫完的了 整隻app 即是如果你的app是這麼簡單的話 就是把照片大大小小的話呢 就是這樣寫完了 那小孩子 嘩 那就可以了 是啊 那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怎樣裝到你的android的device那裡 那只要你的機器有得讀QR code 有上網 那就搞定了 因爲可以直接download 直接download個.apk的東西 知不知是什麽來的 你裝所有apps 其實它是download了個.apk 那怎樣download呢 講完這裏就完了 見不見上面有一個叫build 一按呢 它有兩個option的 一個就是save那個apk 到那個computer那裡 你可以save了到那個電腦那裡 然後抄到你的手機 或者平板 又或者將這個drag code出來 直接在那個手機平板上download下去裝 兩樣都可以 做完了 就是這樣 寫完了這個app 就已經做完一個簡單的apps ok 你說 我們這些小學生有沒有流利呢 我under你們的guiding 是絕對有能力做到 一些簡單的apps 那麽簡單的就 可以很複雜的 相當複雜的可以 因為我自己寫了一個 和幾個小孩寫了一個 寫了一個叫miettone 什麽來的呢 就是 有些小朋友我問他們 你們想寫什麽app 然後回來告訴我 媽媽說想知道學校在做什麽 那我說很複雜的 學校做什麽 經常都轉過資料 那可以不可以 原來你可以把那個database 透過這個app inventing 我database的資料 直到那個app那裏 那麽 那麽每天都可以不同 只需要你轉個database 就不是轉個app 一轉個app就沒法 轉個database就很簡單 是可以做到這樣的 又或者是我很喜歡做機械人的 可以是寫個apps去控制你的機械人 如果你有這樣的機械人呢 都可以很緊張 那那個想像空間 是可以很大的 那些小朋友問我的事呢 我都很多會回答得到他的 但是有部分我真的回答不到的 那我就會跟他說 你給我一點時間 第一 第二 你自己回去找一下 因爲他上網找呢 都可以找得很快 那 今天呢 不是很多時間 跟大家去 高呼整個 Coding Education 怎麽樣做法 怎麽樣做法 我反而覺得就是 你有這件事在心裏面的時候 知道 原來香港呢 開始走這件事 那麽你在學校可以 如果 有想玩的 你又可以用一些 比較簡單的工具 Micky Mickey 那些那些 用香蕉蘋果橙那麽玩 就已經那個效果很好 那你才會吸引 那這個呢 它是autosave的 就不用按save 它是autosave 那簡短的分享 那就到這裏為止 大家有沒有小小問題 那有沒有可以運用 譬如全科畫那些 有 因爲我們呢 在兩科那裏用的 一 就在數學科 因爲我自己是教數學的 那就 在數學科 我們會怎樣用呢 就是小孩子高年級 砌一些加減遊戲 整人 因爲它可以vandom派數字 砌一些加減的遊戲 給一些低年級的玩 那有兩個好處 一個好處是什麽呢 高年級學會怎樣寫詳釋 怎樣做project 就是project based learning 是什麽呢 第二個好處就是 高年級它自己都要做一個叫QC 即是説我做了個遊戲之後 因爲今天不夠時間 弄成那兩個課 但我們做完之後 要他們自己呢 玩一次先 Circular 即是Circular 即是Circular 玩一次 QC了先 你才能交給我 我不幫你QC 我只是給些分的 這樣 那原來他們QC裏面 就告訴你 你看自己眼裏面 看不看到自己眼裏面那個 就看不到的 但是看到人家眼裏面那次 刺 那原來他們QC別人的時候 是很精細的 不會QC自己的 OK 那第二樣東西就是 那些小孩呢 低年級的人 就很開心 很多遊戲粉 OK 那另外 在經文科 我就叫他們用Scratch 寫電子書 即是寫Ebook 因爲它可以陰入我們 可以那個設定的場景 不如你 那那個開放性很大 那這些我們就會這樣做 謝謝 謝謝 我好享受的 好過五星期 超級享受的 那大家都 都希望大家都是 同樣那麽富婆的 拿回去 因爲真的有很多東西學的 是 是 那將個時間交到幾個星期 就完了 希望 盡量呢 將一個星期 不是叫做學不學幾 就是分享到的東西 就是 在後面呢 將流去背後 是可以 在行動 這個才是 反而做 就是 下一個年呢 我們會多了一些 PDP 以Sub成為主 對不對 除了有這個Costing 還有我們 心上的 但是 更以心 就是整個 Elearning 目標 四大的方向 去看的 就是 這個 濕的簡單 這個 這個 發展很重要 我們的差異 都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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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接下來 1516 就會加上 濕的一些 PDP 那 我們會用其他 濕的 應該是中 的 OK 將來會有 四個 這一類的 PDP的過程 這個 沒有 有多三個 相關的 PDP的過程 那 你們回去 等一等 好 可以 試一下 這個星期 是一定 很多事情 發佈 的 就是 就是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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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一